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来帮你解释这个Android的例子 那就是在Android的框架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呢 它是用Interface这个关键字 但是呢 我们常常也会把这个接口呢 用成类来表示 用成类来表示 因为呢 一个接口呢 比如说 这是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如果我们写这样子 这是一个这个 Coin好了 有没有 这是Coin 这是很多钱币 这是一个类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写一个I Coin 这样就是一个类型 这个接口咯 那当我们画这样的接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头呢是没有代码的 因为所有的函数呢都是只有定义而没有代码 那这一边就是一般的类咯 那如果我们想把代码放进去 那放进去的目的做什么 今天要放的叫做默认的行为 那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吗 这个Default Default的这个行为 那因为呢 那因为呢 如果这边的不能放代码 所以呢 这里所定义的 就是说方选1 这里就要去实现 方选1 去把这个实践代码写完整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写这个 想把这个默认行为写进去 这个时候呢 就会把它变成一个 抽象类别啦 就变成抽象类别 但是它本身 永远是具备有这一个 是接口的角色 所以我们再回来 上一个回合所谈的 OK 你看 这样子的一个Coin 然后呢 这个有这个接口 那接口里头一个Value 那表示这个Value里头呢 就只有函数的定义而已 但是如果本转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边如果用继承的方式 这是变成了 一样的 因为你这边的函数 这边也要实现 也要实现 这边也要实现 其实就 就这个角度来讲 就这个Coin的开发者来讲 是一样的 只是它这里是用接口 那这条线 是叫做implement 那这个叫etend 这是一般的继承的 这个 etend 然后这里就变成一般 就变成抽象的函数 这边就变成一个 纯粹的抽象类别 那这边就是接口 其实这两个 这个本质上都是接口 这个也是接口 只是如果说转变成这样的时候 这里就可以写一些代码进去咯 没关系 因为你有写代码没写代码 只要它把它覆盖掉 这边就没有用了嘛 但是如果说你这边不想写 它就会直接用这个默认的行为 或者是说 这个也可以来扣它 来扣它 就像画这一个一只鸟 然后画背景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两个都是常常互相的变换 就是我们目的是要表现的一个接口 对 但是如果呢 这个是纯粹是接口 里头不需要有代码 所有的实现代码都是它会写 那么我们就用 这个圆圈 这个interface来表示 但是如果说我们想写一些默认行为进去 那么这个就会变成了 这一个 一个class 对不对 但是它的意义都没变 它还是接口 OK 它还是接口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接口的 在Android的应用程序里头呢 最常见的画面的一个UI的空间呢 就是按钮 这是button 这是button 当我们在画面上按了这个button的时候 那么Android会侦测到这个按键的这个事件 然后呢 就会透过这个接口 来调用这个activity的籍类里头的onclick函数 OK 就会透过这个接口 通过这个接口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做的 好 首先 第一个 我们定义一个籍类 这个籍类呢 它是 来 这个计程activity的 然后呢 这个ac01 还有实现一个接口 实现一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呢 里头就只有一个主要的函数呢 就是这个onclick 就是 它会来call它 call 会来 所以 你要实现这个接口 你就会 要 把 这个 因为那个接口里头的onclick的呢 只有函数没代码 所以它等于是抽象函数 所以呢 你既然implement它 你就必须把它填起来 把它补起来 OK 就必须把它补起来 因为这个接口呢 就相当于抽象类别 所以那接口里头的函数呢 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所以你这一边 既然你要实现它 你就要把它补起来 把它补起来 OK 把它补起来 所以当这个 有OKButton有被按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来调用它 会来调用 这一个 这个onclick的函数 OK 那这就是 OKButton的做法 我们来 说明一下 首先呢 它这个 创建一个AC01的 类的对象 然后呢 AC01始作的 这个接口 所以AC01的类别 那对象 就有了这个接口 然后我们就是 这样来 这是 这是AC01的对象 可以这边 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 类可以这样讲 那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对象 OK 那这里的 出现了 这个对象 有一个接口 有一个接口 刚刚我们看到了 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个一个 我们今天 刚刚这边 有看到了 这里 这一个类别呢 它有 实现了这样的一个 接口的函数 然后这个类呢 那我们再来创建 它的对象的时候 那么它就 有了这个接口 有了这个接口 OK 好 那接口在哪里呢 你注意看 这里 我们 这是一个 AC01的对象 这个对象是由 Android框架来 拥出来的 AC01的对象 那么它有一个接口 这个产生一个对象 有一个接口 然后这个接口呢 就叫做 这一个 On Click Listener 这个接口呢 叫做On Click Listener 这On Click Listener OK 然后在这里 就创建一个 OK Button 就创建一个 OK Button的对象 所以那就会再产生一个 OK Button的对象 这是OK Button的对象 然后再来呢 把这OK Button的对象 对 OK Button的对象呢 有一个Set 所以呢 这AC01呢 就把这一个 它去调用它 它去调用它 调用它的Set On Click Listener 调用它这个函数 调用它的时候呢 就把自己的参考值 这是AC01的 这个 Reference 把它丢给OK Button 所以OK Button呢 就指向 这个AC01 这个是调用的意思 它就指向AC01 OK 那这样的目的做什么呢 就当OK Button有被按的时候 那么这个事件 它跑到的这个Button的时候 它和事件会往这边送 那这个事件呢 叫做On Click 它这On Click就往AC01 AC01 所以呢 它这一条箭头其实是指到这里 指到这里 OK 所以它就会来扣这个On Click的 把这个接口就会扣进来 就会来执行 这一行代码 OK 这是 它在这边的用意 就是创建AC01之后 AC01有一个接口 然后呢 它把这个 历史的这个接口呢 把它 让它指向这个接口 然后呢 等到用户呢 User有按这个OK Button的时候 这个事件 会送On Click的事件 来到这AC01 因此就执行 这一个On Click的函数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On Click函数 是空的 所以你这边一定要 实现On Click的函数 OK 那 这里就执行Finish 就把整个AP 结束掉了 结束掉了 OK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就是一个 AC01的对象 那么它有一个接口 有一个接口 好 那这On Click函数的时候 就会创建一个OK Button 就刚刚所讲的 并执行这个OK Button Set Click 所以它就把这个 把自己的GIS 因为GIS是指向本身嘛 指向Current Object 所以它把GIS呢 这个参考给它 所以它就指向这个接口 然后未来呢 当你有这个被按的时候 被Click的时候 被Click的时候 有On Click的这个事件 那么它就会透过这里 来扣它 扣到On Click 就来执行 所以呢 这个On Click呢 就是对这个事件 对这个事件的一种处理 叫做Event Handling事件的处理 OK 那当我们按下OK Button的时候 那这个就会有这个Event Handling的函数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Event Handling的函数呢 因此呢 Android就透过Listener的接口 来透过这个Listener的接口 来扣到这个函数 OK 就这样子 它的用意呢 所以在创建它的时候 这个就把自己的指针 丢过去 让它指向它 之后 它就可以扣过来了 OK 所以这一号代码就是 在OK Button 键好的时候 那么AC01主动的 把自己的指针 扣过去给 这个OK Button 所以它就指向它 所以呢 这个有事件的时候 它就会送到AC01来处理 那就是会调用到On Click 这样来处理 那这个就是 这一口的一个用意 这一口 OK 那当然 你也可以 这个用AC02啊 等等 或者是另外一个Activity 来接这个Listener 就看你的 这一行 这一个Event Handling 要写在哪个类 那那个类呢 你就来实现 这个接口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们 待会就来 谈一谈 C++的接口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啰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